吳先生,你好 Lily,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是,今天講三個新聞 布林肯訪話,中共最怕倒台 傅曉田帶兒子被騙回國做DNA檢查 沈陽南遲刀狂斬三條街 網傳死了13個人 首先講第一個新聞 4月24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抵達上海 開始了他任期來第二次訪話 布林肯而計是會對中方提到台海 制止分泰黎泛濫 中共援助俄羅斯南海等等問題 這就成為國際的關置熱點了 但是布林肯訪話之前 中共再一次對美國提出了 不能碰的幾個底線 除了專門強調 拜登總統多次重新美國 不曾求進行新冷戰 不曾求改變中國體制 不曾求制止中國發展 不曾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 不支持台獨 無意和中國發生衝突 以及不曾求和中國脫歐等等 中共對美國所提的諸多要求 講白了就是最怕倒台了 因為如果改變中國獨裁的體制 就是倒台了 有請吳申詳細分析 這些是中美之間各族的一種戰略與戰術的表現 美國方面 大家要知道 除了他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之外 他當然很多事情都是從他自己 美國國家的利益出發考慮 以及美國國家安全考慮 所以有些共產黨就說 有些親共的媒體就說 你看看美國是有求於中國 你看看耶倫去完之後 現在又到布林肯 布林肯幾個月前去過中國 就是有求於中國 我想這些說法太簡單了 因為大家要知道 當習近平在舊金山的時候 去年11月份 在舊金山的時候 他跟拜登談 當時他們達成一種協議 其實最重要的協議是什麼呢 就是要繼續開發新的溝通渠道 其中包括外交方面 軍事方面的溝通渠道 和經濟方面的溝通渠道 美國呢 美國人呢 都講一些收養的 是吧 所以他們肯定不會反對 互相溝通的 所以也真的想溝通 但是他之所以溝通 其實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大家要知道 並非好像共產黨那樣說 說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沒有這樣的事 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事 但是呢 美國呢 確是不想打仗 不想打仗 這個是事實來的 而美國人的想法是什麼呢 就是以實力尋求和平 這個是雷根總統幾十年前的名言來的 peaceful strength 以實力尋求和平 這個 大家要明白 美國其實一直就是這樣做 尋求和平 派一下耶倫也好 貝林肯也好 去和中國談 加強溝通 這些是尋求和平 因為不希望 因為大家互相誤會而開打 這樣就不好了 所以這個其實沒有什麼奇怪的 這個是很正常的 其實中共最怕開打的 一開打 那全球人都打他 他怎麼會不倒退呢 但是呢 美國因為是民主國家 他一定要有很足夠的道理 他才不可以開打的 譬如說你共產黨攻打台灣 你共產黨開火 要將這個芬蘿賓從某個島嶼趕出去 或者將越南趕出去 或者開火和日本打 要搶那個釣魚台島 總而言之 美國是很不想 無緣無故開打 不會這樣 他一定要找一個理由 那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民主國家 政府是 那些政客啊 政要啊 仍然是要看民眾的意見的 那美國人呢 如果你無緣無故打 你沒有那個民心的時候 美國人不一定要支持你的 相反 如果你能夠做到 美國人 所有美國的老百姓 大多數都是覺得 應該打他們 他們是太不講道理 比如說 這個 中共 舉個例子 中共宣佈 要封鎖 台灣海峽 任何船隻都不給過 喂 大哥 全世界很多海運 是通過台灣海峽 或者更離譜 你要封鎖南中國海 百分之四十的 全世界的海運 是通過南中國海的 也都包括台灣海峽 你這樣做的時候 美國肯定說 對不起 這個是國際海 我們會繼續 自由航行 那麼 中共可能真的開火了 有哪一艘船要過的時候 他們要叫停的時候 這艘船不停 他可能真的開火 一開火 我敢保障 美方 美軍 日本 甚至是其他國家 澳大利亞 英國 等等 二十幾個國家都在那裡演習過 會馬上開火反駁 對不起 很可能就是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戰 但是美國是不會隨便開戰 美國現在的戰略是什麼 就是用軟硬兼絲來避免開戰 這個是真正的原因 所以他又禮又兵 或者先禮後兵 可以說先禮後兵 其實他的兵 後兵是什麼 後兵他已經做好準備 大家知道最近這六年來 美國海軍和其他西方國家日本的海軍 澳大利亞海軍 是經常在這裡演習的 他演習什麼 演習就是假設中共要封鎖南中國海 中共要攻打台灣 我們怎樣反擊 為什麼他這樣演習 第一 是真的為了 萬一打起來做好準備 第二 更加重要的是 要揭制中共 嚇阻中共 讓他們不敢開打 這是美國第一個目標 這是美國第一個目標 最可能會達到 被中共害怕到不敢開打 這是他們的第一個目標 一方面 後兵還未開戰 但是已經擺好陣 擺好陣 然後先禮都擺好陣 他說他不開火 擺好陣 然後先禮是什麼 派一下耶倫也好 派一下布林肯也好 他跟你談這次叫先禮後兵 很有禮貌 是你拜訪的 現在就是 我跟大家說 布林肯從他國家政策出發 和他個人的經歷出發 他肯定會繼續反共 他肯定會繼續反共 為什麼呢 從國家力出發 我跟大家說過 美國自從2018年 川普時代 就已經看透了 中共一直是怎樣握美國 握美國的資金 握美國的技術 等等 這些 裝作是你做你朋友 其實是假的 其實是有朝一日 將你置於死地 他們已經發現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他的議定方針是什麼 就是已經將中共 他不公開 但是他的頭腦裡面 已經將中共放了最大的潛在敵人 最大的潛在敵人 從那時候開始 不是因為單單是川普 而是很多人 當然可能最重要的因素就是 川普的國務卿蓬佩奧的助手余茂春 一個一流的中國問題專家 也是曾經在共產黨當過官的 他是幫美國政府明白 中國並非是一個問題 中國人民不是問題 問題是中國共產黨 一定要集中兵力對付這個邪惡的共產黨 他是將美國政府說服 不單是政府 議員說服了 百分之九十 我敢說的 美國政要 包括議員 包括政府官員 那些重要的 有影響力的 全部都是反共的 現在 全部都是反共的 所以你看看 眾議院投票 最近 連年都有很多重要的法案 是劍指中共的 每一次都是絕大多數通過 最近通過的 要給台灣提供 19億美元的軍售 給烏克蘭等 烏克蘭不是直接對付中共 台灣是絕對劍指中共的 一投票的時候 都是三百多張票 對三十多張票 絕大多數 我記得應該是三百一十六張票 是同意軍售台灣 而只有二十六張票是反對的 所以這個是美國的總理 所以布林肯從國家利益 和他作為一個國務卿 要執行他們政府和眾議院的政策 他一定要這樣做 再加上他個人的經歷 為什麼呢 我以前也提過 大家記得 有一次布林肯很早的時候 在阿拉斯加 和黃毅和楊潔篪 楊潔篪是真正的外交部長 即是中共的做法 黃毅是國務院外交部會的部長 但是楊潔篪是中國共產黨 中央外事處的主任 他這個位置比外交部長更大 他們兩個出現的時候 黃毅都是要等他講完才這樣說的 當時楊潔篪說一些很離譜的話 說你和布林克說 你們沒有資格教我們怎麼做 我們中國不知道怎麼怎麼 你們美國怎麼不好 說得很粗魯的 簡直是對布林肯的侮辱 我當時已經感覺到 布林肯現在已經心裡非常生氣 但是因為他是一個讀書人 美國的知識分子讀書人 還有是講修養的人 所以他當時是把他的心裡的怒氣 沒有暴露出來 還有很穩健 很妥當地去回覆楊潔篪 他當時說得很強硬之中 但是也很溫和 共產黨不懂這些事情 以為人家是弱者 其實不是的 那些說話用的很浮華很強硬的用詞 你們沒有資格 教我們什麼 我們中國人民崛起 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擋香港 那些廢話 可能有些中國大陸的人 由於港共文化的分途 以為這些是強者的話 其實我當時覺得 布林肯雖然說很溫柔 我不記得他的詳細 他大概的意思是說 我們美國是不希望打仗的 我們希望尋求和平 我們希望大家互相溝通 還有我們覺得中國應該要考慮人權問題等等 是比較溫和式的 有些人以為是示弱 絕對不是 一個人被人罵的時候 仍然能夠保持安靜 一個很平靜的心態 這些才是強者 不是弱者 所以大家不要搞錯 所以我講回來現在 布林肯其實中共是很傻的 他曾經這樣侮辱過布林肯 仍然以為很威風 仍然在國內大慈我們怎麼厲害 其實他很笨 因為他激怒了布林肯之後 他的積極性會加倍 就是反共的積極性 為什麼 我剛才說 他作為國務卿 他肯定要執行國家的政策 而同時他各位的經歷就覺得 這幫人真是壞鬼 真是無賴流亡 所以雖然他不是屬於 好像川普那些所謂鷹派的美國的政治家 他又不是屬於甲派的 但是他雖然屬於民主黨 他一樣是很反共的 所以我不擔心 他去談判 他去談判 他去談 這些是先例後兵的事 尤其是他希望跟美國有一個好交代 你看看 我們三番四次跟他們談 他們不讓步 他們不同意我們的看法 口裏面是這樣說 他給人舉個例 這個芬泰利 大家也知道 芬泰利 川普總統 有一次跟他見習近平 好像在阿根廷見習近平一樣 那個G20的會 當時他跟習近平吃晚飯的時候 提出來 他說 喂 阿習你要制止這個芬泰利 他每年導致我們美國年輕人四萬人死亡 現在最新的數字是說七萬人死亡 因為芬泰利是一個很強的人造合成的鴉片 比鴉片強很多倍 所以少少百分就可以導致人死亡 但是當時習近平是同意的 是同意的 會制止這個 結果沒有做到 他做了什麼呢 他是在大陸那裡 要那些芬泰利公司 那些集團夥 是轉變他的做法 不是直接寄到美國 如果沒有做法 而是把他通過墨西哥 因為墨西哥 和美國之間的的邊界 因為拜登做了一個大笨事 停止了川普開動邊界牆 不讓人自由 現在大概一公里的地方是空的 沒牆的 所以天天成千上萬的人過邊界 那些防不勝防 很多人帶著芬太尼進入美國 所以芬太尼進入美國有加無減 你想想這些人家美國不是笨人 你答應不做 那你是不是失信於天下 現在我覺得連民主黨政治家 好像布林肯那些 都再不會相信共產黨那些鬼話 因為太多了 李習近平第一次去美國的時候 那時候還在奧巴馬時代 那時候他還不是第一把手 是第一把手 但是已經知道是接班人了 他去美國的時候見到奧巴馬 奧巴馬總統說 你不要軍事化南中國海的島嶼 那些島嶼現在還在爭執中 是屬於誰的 那為了和平 你就最好不要改變現狀 讓那些島嶼 就像一塊潮石那樣算了 你不要在那裡窗外 結果三年之後 就通過填海 製造了很多軍事基地 軍事機場 導彈發射基地等等 那你美國不是笨蛋 連這樣也不知道 每個人都知道你曾經答應過別人 結果就是剛剛相反 芬太尼也是 你答應了別人又是相反 台灣問題一樣 台灣問題是美國要求你保持現狀 這絕對不是這種苛刻的要求 保持現狀 他當時的現狀是十年前的現狀 那時候的現狀是什麼 那時候沒有日日中共派飛機去繞台 經常派船艇去繞台 沒有這樣的事 現在自從你答應別人 不改變現狀 一直在改變中 當然未變得要佔領台灣 但是你已經越來越接近美國畫的紅線 美國畫的紅線 而共產黨畫的紅線說你不許支持台獨 但是我想美國政府都不是全問的 它是同意的 我們不會支持台灣獨立的 但是同時 台灣是越來越多人 就是有一個新的認識 說我們根本不是搞台灣獨立 台灣本來就是獨立的 中華民國台灣一直都是獨立的 你誰管過我 一直都是中華民國的政府管台灣的 自古起來 比中共說的那些自古還要自古 本身就是獨立的國家 共產黨一天都沒有統治過台灣 所以很多台灣人有識之士 現在就已經說了 我們根本不是要搞任何台灣獨立運動 因為台灣本來就是獨立的 什麼叫獨立呢 就是他們說的事 台灣政府在台北的那個政府 要想怎麼做就想怎麼做 不需要請示任何人 那就是獨立的 所以美國很聰明 他說我同意 我不會支持台灣獨立的運動 什麼沒有運動 因為台灣的路都是獨立的 是不是 美國只是同意一個中國 但是從來沒有同意過一個中華人民 他都很聰明 他那個上海什麼什麼協議 美國那個寫法是什麼 美國政府認識到台灣海峽兩面的中國人 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 這個事實 他就認識到 是啊 只有一個中國 但是他從來沒有說過 這個中國叫什麼名字 他沒有說這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也都沒有說這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他不怕 他沒有違規 沒有違背他自己的承諾 他是一個中國 但是沒有說一個中華人民國外國 所以我很可能覺得這個世界的趨勢 我跟大家說 西方國家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會開始 包括日本 會開始跟台灣建立正式的 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係 這個是大廢所取的 是 沒錯 剛才說到那個芬太尼 其實平均每天就造成這個 美國人是兩百人死亡的 這個數字都非常之可怕的 想一下都非常之可怕 每天 每天兩百的美國人 兩百人是死亡的 每天六百 是啊 所以說一年六萬 大概 平均每天就兩百人死亡的 所以就說這個習近平答應了別人去取消這個芬太尼 其實他是做不到的 現在 布林肯移計 向中方提及的議題 還包括中共在中南海的挑釁行為 中東問題 提升兩軍交往 建立有關人工智能風險 以及安全的對話等多項內容的 針對中共說這個 美國承諾是不和中國退歐 脫歐 但是事實上這個國際社會 是覺得中國是有威脅的 所以認為是去風險化才是最主要的 而去風險化就是和中共脫歐的 如果承諾不和中共脫歐 這一點 我想美國是做不到的 它是會和中共脫歐 吳先生 美國一直都沒有公開說過要和中共脫歐 但是我曾經跟大家說過 我內幕的消息非常可靠的 2018年以來 我就已經在美國的國家安全的專家那裡聽到 已經決定了要脫歐 但是他當時都說脫歐是會一步一步的 不會一夜之間 因為他們都要考慮到世界經濟的穩定性 和美國的利益 你如果一夜之間脫歐 不單單中共會受到很大的打擊 美國的經濟和全球經濟都會受到很大的打擊 所以當時美國的有息之士 美國那些很出名的智庫 他們當時已經提出了一個新的挑戰 他們說有些地方 我們現在和中共的關係 有些地方是和當年蘇共的關係很相似的 因為他們都是共產黨 但是有一點是完全不相似的 就是中共和美國和西方世界在經濟上的交往 是遠遠超過當年蘇聯和西方經濟上的交往 所以兩個陣營的經濟已經是很密切地 有一種相互的依賴性在這裡 這個也是中共故意造成的一個情況 就是要加強它很早 20多年前就開始要將西方造成很依賴中國的經濟 不過好在中國的經濟其實也依賴西方的 所以是互相依賴的 如果你一夜之間脫歐 這麽強的依賴性 你看看西方 什麽都是Made in China 你一夜之間 明天開始買不到中國貨 那你買什麽貨 沒有貨賣 一夜之間你不可以馬上將所有中國製造的商品 通過日越南 泰國 或者印度 菲律賓來代替 一夜之間做不到 另外美國和西方國家是民主國家 它最多可以推薦建議商家要這樣做 它不會像中國那樣可以一聲另下 就個個都不同 某個國家做生意 不可能的 它不是這樣的國家 所以它是需要時間的 歐洲其實這個去風險 是歐洲 歐盟的主席首先提出來的 德國的女主席叫做范德拉 她首先提出要去風險 為什麽呢 其實我和大家講的 歐洲是更加不想這麼快就和中共鬧翻 所以當時這個去風險不是今時今日的 是幾年前提出來的 應該是三年前已經提出來的 她當時一方面不怕和中共脫歐 會被歐洲的經濟造成很大的衝擊 但是又怕又不想得罪美國 因為美國要脫歐 所以她就搞一個新的說法叫做去風險 後來這個去風險的說法 反而受到美國都接受 因為美國自己知道她的目標是脫歐 但是不會一夜之間脫歐 所以她公開場合從來不說要脫歐 還是相反說我們不主張脫歐 我們不會脫歐 她其實的意思就是說 中國和美國之間有很多經濟上的依賴性 她是每一個經濟領域一個一個去看的 這個經濟領域如果我們脫歐 會造成這樣的損失 但是會達到這樣的好處 譬如說某一種產品 這個產品如果我們不脫歐 中共會利用這些民用產品去做軍火 對我們國家的國家安全威嚴是很大的 而我們的經濟損失是有限的 去封險 不再搞這些 如果另一種譬如說 我們另一種領域是日常用品 現在很多是made in China 在美國市場都買到 我們為什麼要脫歐 脫歐就不好 對我們國家安全有沒有影響 最起碼她就不理暫時 暫時繼續 就是這樣 一個領域一個問題 凡是對她不利脫歐 對她不利脫歐 如果是關係到國家安全的 就很快要去封險 不是說脫歐是去封險 其實去封險的意思就是局部脫歐 她不做全面脫歐 但是什麼叫做局部脫歐 你可以10%的領域脫歐 你可以90%脫歐 甚至100%脫歐 你都可以叫做去封險 一步一步去封險 所以現在去封險 是非常受歡迎的說法 又出了一個新的英文字 叫做de-risky de-risky 但是大家知道 我舉個例子 歐盟 歐盟表面上好像沒有美國那麼強 也都是事實 對中共沒有那麼強 但是不等於他們 對不起 不等於他們是不敢跟中共硬碰 不是的 歐洲人都有他們的策略 他都會權行輕重 為什麼我這樣說 一方面在經濟方面 歐盟主席說 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會研究去封險 有封險 這很正常 不如做生意的人 個個都不想有封險 但是同時 同一個歐盟 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最近歐盟說了一句 比中共非常跳腳 非常生氣的說話 是什麼呢 他說 這個是歐洲議會 應該議會通過一個 歐洲要支持台灣 他裡面提到 台灣是一個政治實體 從來沒有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統治過 他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政治實體 這句話其實就是一個前奏 歐洲 歐盟國家 都會慢慢承認 中華民國台灣 是一個有主權的國家 所以這個是中共是非常非常害怕的 那時候 他就不能再說什麼 你不可以干涉你的內政 不可以其實人家都不理你 但是如果他們跟台灣建交之後 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 如果你一碰台灣 你就是侵略 就是侵略 在這個理論上來講 都是侵略的 實際上 是 中共就不能有藉口說 我們是國內的事 這個是中國內部的事 不能這樣說的 因為台灣從來都沒有被統治過 是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台灣被各國 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 各國都承認台灣是一個有自己主權 獨立的一個政治實體 台灣就變成一個國家 美國就可以跟台灣直接簽一個結盟 慢慢就會形成亞洲的北約 因為現在 在亞洲已經有日本 菲律賓 美國 澳大利亞 已經走得很近了 在軍事防衛方面 但是沒有台灣加入過 為什麼 因為台灣目前還沒有一個 一個主權國家 所以就比較麻煩 如果是變成一個主權國家之後 就順利成章 會成立一個在亞洲地區的 類似北約的組織 大家都知道 什麼叫北約 留我身在北約國家裡面 北約國家一共 現在有31個成員國 在歐洲 最新加入的就是我的老瑞典 北約的特點是什麼 他說 任何一個北約成員國國家 被侵略 就等於侵略我國 他是這樣的結論 很厲害的 你侵略任何一個 你攻打任何一個北約國家 你就等於攻打整個北約 各個北約國家 都是有權 會出擊 反擊你的 所以為什麼北約這麼強 這麼多年來 沒有人敢碰北約 現在更強 更多了 芬蘭和瑞典 現在在亞洲 慢慢會形成一個 亞洲的北約 很可能台灣 會是將來的 亞洲北約一個成員國 中共可能要死掉他們心 所以我覺得 一個比較好的發展是什麼呢 就是中共 嚇到不敢再打了 或者對方 亞洲北約這麼強大 而共產黨要開打的話 它會幾乎迅速走向滅亡 因為這個結盟是會很強的 再反擊的時候 就會導致共產黨快速崩潰 快速崩潰 那麼中國就會出現一個 新的時代 新的紀元 所以會變成好事的 是 那我們講第二個新聞好嗎 好 中共前外長 程剛去年突然間失蹤 和被解職之後 事件內務是持續發酵的 程剛和香港的鳳凰、衛士、 所以 傅曉田是生下一個兒子 那麼去年四月 傅曉田帶著兒子 是被握回中國做DNA的 和這個兒子做DNA 那麼 據說是 傅曉田乘坐這個專機 抵達上北京之後 被人騙了 我派專機送你回北京 就可以和程剛見面 他是連一帶騙 被騙回中國 帶著兒子 一下機就馬上被當局帶走 還有兒子也被做DNA的鑑定 中共黨魁習近平確定這個兒子 是程剛的之後 是一路之下 就將這個程剛撤職了 是 這個我覺得是一部分的真相 不是整個真相 我經常都這樣說 共產黨總是利用這些什麼 腐敗、不道德、 什麼亂搞男女關係 這些作為藉口來打擊對手 打擊各中國人的對手 所以這個不可能是真正的原因 如果秦光之所以被辭職 是因為他有個情婦 傅曉田 我想每個黨官都應該被辭職 被踩下雨 你跟我說中國共產黨的黨官 誰沒有情婦的 即使他沒有他都會想有 不過是找不到的 所以這個根本不可能是真正的原因 這個是利用來做藉口 讓他對公眾有個交代 真正的原因我相信 這個他是不敢說出來的 是的 因為西方很多比較有份量的媒體 都傳出來說這個 這個傅曉田並非單單是鳳凰台的一個主持人 而是被英國的間諜 英國的特務組織 英國的國家安全組織 收買了他 所以他可以說 甚至是說他是兩面間諜 但是我認為總之 他們說他是被英國的特務收買了 通過和秦光的關係 男女關係 就是影響秦光 大家知道這些叫做反滲透 我為什麼相信這個有可能呢 因為如果是真的話 那共產黨就肯定不會客氣的了 但是如果單單因為有個情婦 甚至生了個所謂的私生仔 就把人家立即炒了魷魚 不給做外交官 還連下落不明 甚至按照這個非常重量級的報紙 Politico 政客說的 他已經死了 如果是單單因為有個情婦 絕對不會是真正的原因來的 大家不要天真幼稚 這個絕對不可能 所以我相信是另外一個原因 我一直相信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習近平發現很多人對他不忠誠 因為這個是對習近平最重要的地方 他第一要考慮的 他看著他那些共產黨的黨官 他去評價他們 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這個人對我忠不忠誠 他有沒有情婦 他根本就想都不想啊 他只是看這個對不忠誠 這個對不忠誠 所以我個人是傾向於什麼呢 軍隊裡面有人不想打仗 不喜歡習近平 怕習近平要打仗 對習近平絕對不忠誠 好像火箭軍那個總司令李玉超 李玉超和國防部長李上福肯定有很多內容 他屬於軍方的事情 所以李上福也都參加了這個對習近平的不忠誠 大家知道開始是不忠誠 下一步是什麼 下一步就是要政變或者兵變 整低你或者是癡殺你 暗殺你 這是習近平最忠誠的事情 但是李玉超火箭軍總司令 李上福國防部長 他們不是那麼容易去打擊 我的理論 他們想打擊習近平 因為他不喜歡習近平 他知道習近平想開戰 所以習近平不讓你 搞到你很難開戰 很難開打 不是因為他們這麼正義 所以就找秦剛加起來合作 因為秦剛當時是中共駐美國的大使 經常會跟美國有交往 所以就洩漏了火箭軍的機密 如果它們就抓到美國的大使用 就會被美方 瑞克爾 對習近平有極大的打擊 她手上的軍隊中的王牌 原來是一頒軍隊長的王牌 手上更加有道理 你看你搞成怎樣 你在位 你的親信 李玉瘦 李信科 全工合法 你的親信 李提拔的現在這樣 是吧 這個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削弱了習近平要打仗的能力 是吧 所以對習近平來說是絕對應該隔殺物論的事 所以我相信肯定不是單單因為秦江有情婦 有情人 什麼婦姓 這些是對老百姓的交代 真正的原因肯定是這麼大的原因 肯定是因為對他不忠實 因為大家注意一下 他一直到現在不斷地清洗軍隊 他清洗的那些黨官 為了什麼 不是因為他們貪腐 不是因為他們有情婦 這個高官 因為無官不貪的嘛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應該把所有共產黨的官員都換光 都沒有這樣做 是吧 他認為 對他忠誠的認爭 大家誰敢說 蔡奇從來沒有貪污過 李鵬從來沒有貪污過 他們從來沒有過情婦 誰敢擔保 我不敢的 是吧 但是因為目前蔡奇 李強是屬於他的人 沒事 沒事 李強可能現在開始有些問題 為什麼 他不是因為他突然間有了情婦 是因為他如果覺得李強對他不夠忠誠 因為習近平是要求絕對忠誠 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 他是最相信這一條的 所以他到處清洗 到處關人 整人 這是共產黨的全世界最發達的文化 就是整人的文化 你以為你和習近平是老友 你就很安全 除了他自己也沒有一個人安全的 連他老婆也可能不安全的 這些是獨裁體制和獨裁專政的悲劇 最後他成為一個非常孤獨的霸王 歷史上出現過很多 很多霸王最後都是悲劇結宗 四分五力架破人亡 最後沒有一個人他信得過 沒有一個人信得過 最後你自己也沒有賣樓 因為你不是神 你一個人不可以什麼都搞定 沒有人幫你 所以現在共產黨在習近平 為什麼人家說習近平是加速師就是這樣 他要搞絕對獨裁 他要求人家絕對忠誠 就是因為他要搞絕對獨裁 就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共產黨現在真是走投無路 大家千萬不要看表面 我經常都說 一定要想一想這個人是否戴著面具 共產黨那些黨官 由毛澤東到習近平 每個人都戴著面具 不單止是共產黨的第一把手 第二把手 第三把手 第四 第五 每個人都戴著面具 在不同的場合 他就立刻要握人的時候 他就戴上一個充滿微笑 有善的面具 但是面具後面都是非常 空神惡殺的真靈面目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 共產黨人是到處戴著面具的 他唯一不戴著面具是 他是自己一個人的手 所以我們一定要不要上課 千萬不要上課 所以我覺得秦剛這件事 是因為習近平覺得他是絕對不忠誠 他就是一個流亡政府 他作為一個流亡來講 他的思想是非常之獨裁的 不會說有一個為百姓著想 為這個國家前途著想 他不會這麼想的 所以為什麼中國大陸的百姓過得這麼苦 現在又是經濟下滑 各方面工作又沒有 又失業等等問題 我們現在講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新聞也是跟這個 中國百姓有關係的 大陸的惡性的案件頻發 4月24日 廖寧瀋陽街頭 一個男子持刀傷人 當局通報 微披露這個受傷者的數量 但如此之情的 這個網民爆料 斬了很多人 甚至有網民透露 行兇者是斬了三條街的 死了13人 傷了9人 疑犯是被抓了的 現在這個經濟蕭條 很多人失業 或者個人心意失敗 也都有什麼事 就會引返這個報復社會 類似案件 很怕是有增無減的 請吳先生說一下 一個人的行為 跟經濟是有關係的 但是更加有關係的是 人的和社會的道德水平 當人道德敗壞的時候 不單單是這個 隨街斬人的那個人的道德敗壞 是整個社會的道德敗壞 整個社會道德敗壞 就會出現那個 以魚我詐 藍道女槍的情況 是嗎 社會上會充滿 無數的不滿 無數的不公 所以很多人 成土都是怒氣 只需要發生任何一些 對他有負面刺激的事 那個滿腦的怒氣就會爆發 爆發的時候 這個人就會失控 這個是心理學上一個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情況 當然一個有道德的人 一個有道德的人 他是會有一種自我紀律 自律的人 他不會隨便拿刀出來殺人 所以我個人覺得 經濟因素並非第一因素 經濟因素是導火線的因素 其實75年的共產黨統治 將一個禮儀之邦的炎黃子孫 很多變成無賴流亡 無賴流亡 所以社會上出現無數的不公 當你經濟下滑的時候 那便會更加高速地加快 加大你的不滿 所以就會出現更多的 對所謂報復社會的行動 所以我勸大家要小心 你們去中國大陸 最好少去些 因為那些報復社會的行動 只會有增無減 共產黨怎樣用6億個攝影機 監視全民 沒有用的 因為你怎樣監視 如果人的道德不好的時候 你是防不勝防的 你最多可以暫時 好像好些 都是暫時的 總的吹吹的說話 為什麼我說這些 共產黨搞那些全面控監控 都是無用的 很簡單 你監控那些人 都是人來的 他做得好不好 都是他的道德觀念的問題 我們說人要有一個高尚的工作經驗 為什麼要高尚工作經驗 我們要很負責任 還有我們不可以隨便被人腐敗 富貴不有 貧賤不義 中國大陸很少這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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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是很擔心 這個共產黨搞那些什麼 6億個攝影機 攝像頭 6億個 即每兩個中國人 都有一個攝像頭監視他 他以為之後可以打擊犯罪和打擊異己分子 但最後肯定不成功 因為道德是最重要的 你這個所謂天網 他搞那個叫天網 你有很多人去管這個天網 如果這些人都沒有道德 如果他都是貪官來的 我行賄 本來這個攝像基的影都知道是我 總是有個人要管的 這個管的人最後要批准 是不是這個人 是不是要打擊被追殺 如果我有辦法接觸這個官員 讓他行賄 那就沒事了 或者他們工作根本就沒有紀律 因為沒有道德 全部都是走過場 做表面工程 他很多事情是做假的 很多工作人員偷工減料 偷懶 沒有呼過邪 媽媽呼呼的邪 很多會出 所以整個系統 甚至最後會出現很多內部自己的干擾 搞不好 現在說回來這個殺人犯 這種瘋狂式的無差別的見人就斬 這完全是因為社會 所謂報復社會的行動 他不是報復某一個人 他就是整個社會 整個人心不滿 為什麼中國大陸越來越多呢 我曾經跟大家講過 共產黨上台之後 1949年75年來 是不斷地有系統地去破壞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是博大精心 我沒有時間去一一解釋 但是 他的中心最精華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人 好人是應該要慈悲為懷 慈悲心是最重要的 對任何人 對你父母 對你子女 要慈悲 對你其他親人 要慈悲 對你的朋友 要慈悲 對同事要慈悲 對全世界的人 你也要慈悲 是吧 共產黨要破壞中國傳統文化 即將中國人搞得越來越不慈悲 用文化大革命那些說 不破不立 毛澤東說 不破不立 要破四舊 立四身 其中一個破四舊的四舊就是舊文化 立四身其中一個就是新的文化 它叫做社會主義文化 就是黨文化 那麼黨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絕非是要你慈悲為懷 絕非如此 黨文化的中心思想是 鬥爭鬥爭再鬥爭 是要所有的中國人都有很強的爭鬥之心 共產黨認為這樣好 你才是它的忠實的螺絲釘 是一個為革命做出貢獻的 它是想中國人所有都變成很聽話的士兵 這個士兵最重要的是什麼 懂得爭鬥爭鬥心很強 而且是絕對服從 對黨絕對忠誠 他要的是這樣的人 你想想 成千上萬的中國人 失去了中國文化裡面幾千年培養的慈悲心 而取而代之的是共產黨培養的爭鬥心 所以中國大陸動不動就有人吵架 動不動就有人大打出手 為什麼 因為慈悲心盡心 鬥爭鬥爭鬥爭 爭鬥爭 不公平的視線是不可能的 所以日日出現不公 共產黨說怎麼為功龍兵 為窮羊 創造人間天堂 這全部是鬼話來的 全部是謊言來的 連李克強都說六億人 收入不超過一千人民幣 一千人民幣可以買多少東西 大家知道 一個月 而同時 有無數的黨官是夭藏萬貫 他都不是自己辛勤勞到創造來的 還有很多那些奸商 也是通過騙人的辦法來賺大錢 中國那些 我忘記了數字 總之中國百分之五的人 擁有全國百分之七十幾八十的財富 其他的百分之二十的財富 被那些無數的無產階級去分享 你想一下 如果只於他沒有失去記憶力的人 都會記得你共產黨曾經說過什麼好聽的話 答應過很多人間天堂 現在我是每月甚至連一千元都沒有 因為為什麼 失業 整個社會出現非常可怕的現象 是什麼呢 周官可以放火 老聖幫可以點登 我是一個窮人 我受到委屈 我是素冤無門 叫天不應 叫地 這個人就會對社會產生一種極大的仇恨之心 同時他因為沒有慈悲心 而只有爭鬥心 他雖然是弱者 雖然是失業的窮 但是他的爭鬥心並不弱 那又怎樣 那又會請而走險 拔刀殺人 就是這樣 你不給人家有槍枝也沒有用的 因為關鍵是道德的 美國以前 一百年前的美國 美國人很多都是道德不錯的 因為他們是信神的 當然不是個個 但是很多 所以雖然無數的美國人都曾經有槍枝 現在都是這樣 但是並非這麼多人拿槍去殺人的 因為殺不殺人不是你有沒有槍的問題 而是你的道德觀念問題 是你慈悲不慈悲的問題 所以中國大陸被共產黨搞成的情況就是 慈悲心的人 慈悲的人越來越少 75年來越來越少 爭鬥心之人越來越多 我們香港一定要注意 香港人以前被共產黨滲透之前 香港人絕大多數慈悲心多於爭鬥心 都有爭鬥心之人 但是慈悲心更多 這個是我感覺的 香港人很多是覺得 助人為樂是好事來的 慈悲為懷是好事來的 即使我做不到 我也想這樣做 這個很重要 在中國大陸不是 爭鬥思心才是重要的 我要厲害 我要強於人家 是吧 個個都想做強者 那當然要大大出手 因為不可能個個都是最強者 是吧 你雖然是第二強者 你都不是不滿 你看完就不滿 這是共產黨為全中國人 帶來的極大的悲劇 也都是他們自己的悲劇過 因為共產黨黨來 也都是 個個都是爭鬥心很強的 沒有慈悲心的 所以為什麼習近平 誰都信不過 他知道個個都是很強的爭鬥心 個個都想做霸主 但是只有一個霸主的位置 那就是明爭暗鬥 乙如我責 你打我我殺你 這個就是中國的官場 與中國社會的狀況 我並不是說衰中國人 絕對不是 剛剛相反 中國人 中華民族 我同樣都說 真是禮兒之邦的子孫 我們是屬於世界上 原本 最文明的民族之一 現在被共產黨搞得一塌糊塗 變成無數的好人 變成無賴流亡 這個是共產黨做的 其中一個最大的罪惡 今天就講到這裏 好不好 我們會不會 跟我們聊天 好可怕 我們會用你的 今天我們會不會